2023年全球SLG手游市场有了爆炸性的增长 据DATA.AI数据显示 今年下载量预计突破7亿次 同比增长23.5% 美国市场在用户支出方面领先 预计将达到28.6亿美元 而印度和俄罗斯市场的增长率 分别高达72.2%和106.3% 展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全球用户支出回落至81亿美元 但SLG游戏仍占策略游戏总支出的76.4% 特别是在美国SLG游戏的下载量高居榜首 同时我们看到社会性动物题材的游戏 如园族时代和小小语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 SLG手游领域中科幻废土漠视和科幻丧尸题材 成为玩家最爱的类型 占下载量的32% 而中世纪和战争题材在欧美地区广受欢迎 三国题材则在中日韩市场备受青睐 这些流行的游戏类型不仅反映了玩家的偏好 也为游戏开发者提供了宝贵的市场导向 总而言之 2023年的SLG手游市场呈现出独特而多元的发展趋势 从全球市场的爆炸性增长 到特定地区如美国 定度和俄罗斯的显著发展 以及玩家偏好的多样性 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SLG手游仍然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领域 游戏开发者们应该紧密关注这些趋势 并据此调整和创新它们的游戏设计和市场策略 以更好地满足全球玩家的需求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中 只有不断创新和适应变化的游戏才能脱颖而出 赢得玩家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